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Net Trend談賽馬的時間 很快會講一下昨天提供的心水 兩隻出馬膽第一隻超能力1.7倍 我說譚少勇兵上場贏得 今場都是譚少勇兵 很輕易的 馬開步 剪步臨起衝刺 跑了幾步都要收 一衝過了就要收 都未真正展示 最強勁的衝刺超能力 升班要繼續留意跑泥地 草爹再秤 但是升班再跑泥地都是很具份量 彪之瑞 馬有問題 就算他跑出 不會輸得那麼遠 如果跑出正常水準 馬有問題 那就沒辦法了 超能力那一場 拖三隻腳 都有一Q 娛樂大笑第四 臨場分析的朋友都有中四重彩 因為我 作為一拖那四隻 免費馬丹就提供三隻 但是 臨場都是一拖四 四重彩 中了 彪之瑞那場真是 中腳不中膽 高出彩玉馬 表現非常好 我只能夠這麼說 六隻 四隻 六隻 一貫兩雅三貴 還要是冷的 美利非凡9倍第1 李箱回報10倍第2 三生勝4次4.7倍第3 寶貝儀第1場 38倍第3 所以高出賽用馬 昨天就 表現非常之好 今次 星期三賽事 四隻高出賽用馬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第二場玩到人 三場 神舟進馬 第5場 偉大勝利 和第八場 雪戰神驅 很快就講一下昨天的賽事 有幾場可以講一下 第四場水準是很低的 但是東龍鎮也是上次梁家俊 來閃期不是那麼騎到 這場蘇兆輝也是 直到都是忙於糾正他的走勢 多於全力吹賊 這隻馬可能真的要 找日真的要爬內蕩 就是貼著籃跑 有條籃挨著給他 可能會好些 好像美麗非凡 有些內閃傾向蝕賊 待會再講一些 但是東龍鎮如果真的要 繼續抽中外諜 即是如果你不放在裡面 很難都不能衝刺 走勢還是傾向內閃 還要繼續留意著 看他什麼時候排過一檔二檔 或者走規真的有改善 第五場 超能力剛才提到的 超能力還有一檔 這隻馬 真的 那個翻步都未認真虛期下去 過完就要收 所以就未認真試過衝刺 再繼續留意這隻馬 那第七場 一謀論 事後很多人就會說 第七場 呂健威揹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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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揹 遥本輝這場 下場姚本輝是精簡最好的MFA 威盡俱贏 我覺得事後說什麼都可以 我當然不排除有這樣的因素 但如果這樣想 想的一輩子都未能夠讀完 我很簡單 我都說賽馬六成科學兩成人為 人為可以是包括這些 我們想到出來的人為 或者當天的騎連動態就是人為 我就傾向看騎連動態 當天幾隻馬入圍的暴陣如何 好過你這樣想 誰幫我幫我什麼票 如果你這樣說 精簡最好姚本輝也幫呂健威 何澤耀也幫他握票 元朗之聲 其實如果我正常看這場馬 大家看我臨場分析 精簡最好是熱意不穩 上場贏是完全賺了萬補束 上場贏是不厲害的 這場輸當然他跑也不是很認真 他跑前面也比較慢 第二段開始他沒有積極搶前 蓋上一隻載響其成 當然是他有他的問題 可能積極性健服 但就算他跑得對 也不會贏的 正間最好 其實我想重點說 是元朗之聲 何澤耀其實真的跑得差 當他沒有任何股閥認真 他就跑得差 這隻馬上場一段段快 跟回來灌注到底 今場頭一段快 十三秒二八 但第二段很明顯收慢了 他都知道 但他著意要跟在精簡最好後面 那段慢了他已經查了一查 雖然沒有想過 兜出精簡最好外面 順著這隻馬走 其實這隻馬 不知為何他著意遮擋 其實他如果一早決心一點 頂到精簡最好的二踏位 接著再向其成跑 有個望空的二踏位 但他是要跟精簡最好後面 又檢查這隻馬 又走得不順 回到來跟人鬥衝就不夠衝 輸了 其實二三四名那些馬 全部是很近的 所以你不要說第一 二三四名那些馬 全部很近 所以我覺得是有些失誤 是有些失誤 我覺得元朗之星這場發揮 其餘這場馬 大家看到北極的風 是穩了兩次位 要留意法財寶繼續跑得好 田泰安最後直路 都是穩了一次位 裡面虧不到再抽出來 所以這些馬可以繼續看著 第九場 安彩可以留意一下 這隻馬很肯賺位追 鬥心好 到最後望空 追到人追 又有些閃 都不會那麼吹刷 補到第三 都算是這樣 因為最後都是吹刷不到 有些能力的那隻馬 要繼續留意 同樣美場 先說一隻進龍驅 其實都很輕描淡 不捨跑第三 尹偉那裡 都是有些逼迫結結 那隻馬都很肯去 就是鬥心好 那隻馬 最後都是潘頓 不斷意地 督定了第三 就沒有什麼特別大吹刷 其實它 比較美麗非凡 美麗非凡 完全是形勢很好 大家試習看得到它漂亮 但試習你會看到它 很有蠻勁 但都是傾向內閃 十二檔難 跑但莫雷拉 找了一個最好的跑法 放在裡面 你說如果這場開心好玩 繼續貼到籃 我覺得它 即入了直路之後 它是貼著這條籃 美麗非凡 未必過得到它 因為就是讓了這條籃 給它 莫雷拉繼續打左手邊 繼續打左手邊 它可以衝過 是開心好玩 如果開心話繼續貼著這條籃 莫雷拉打完左手邊 貼不到籃 要抽出來再衝 未必衝過開心好玩 所以是美麗非凡 跑完這場 那些網上媒體說 根本上吹噓到這條籃 很厲害 要繼續留意這條籃 是很有潛質的 如果搞得好這條籃 當然有潛質 但在這個階段 未必去到 是非常興奮 因為這條籃 是賺了腳情 賺了它的跑法 是彌補了它的決點 而贏的 繼續留意著 不是說這條籃不厲害 但暫時不需要過於興奮 其實在進龍區 我覺得大家都不要忽視 最後說馬圈新聞 今天南華早報說了 大摩說中心勇士 不會跑八七零幾零碑 一隻馬還沒回來 操完幾課之後 跟騎馬人Romaine說 都是休息 不會急於趕著八七零幾零碑 今季的目標很明顯 都會是 在香港的目標 就是主席短途上 主席短途上 主席短途上 是4月份 雖然大摩都說明 很想跑去海外 可能跑完 主席你用錦標 再去看看外地賽事 說明他是想跑 杜拜 那一場短途 阿喬斯 看看 到時為什麼 中心勇士 潛力很高 但是 是有些可惜的 那次 國際 短途錦標 香港 國際短途錦標 這隻馬的問題 只能夠第三 如果那場贏了 就真的 其實 跑完 其實都不知道為什麼去跑第三 之後發覺真的發燒 這樣才知道 其實這隻馬 如果真跑 那天健健康康 贏了 那 無論如何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段影片 大家知道 其實我現在是在另一個渠道發放 臨場分析 如果大家會講一下 每十五分鐘之前 每一場十五分鐘之前 會講義而不論 預計雜前落飛馬 循庭形勢 和循庭動態 如果大家有興趣收到這些訊息 可以來到我的Facebook page 緊按發訊息 或者發放訊息 或者來到我自訂Post 或者留言 我會盡快發放一些訊息 給你看 看看你有興趣參與 到最後 希望大家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Netchan 按一下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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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鬧鐘 按一下新片 就有一個Notification 和通知 大家可以知道 多謝你們的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